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坚守了近三个月后 驻守亚素钢铁厂的乌克兰士兵都投降撤离了 亚素营军人摄影师用镜头拍下了在钢铁厂的最后一天 记录自己疏散投降的心路历程 影片画面里 庞大的钢铁厂空间 支离破碎的建筑 与稀稀利利的下 沿一只又一只的抽 他独自坐在断瓦残垣上 感受吞噬一切的寂静和内心的呐喊 他在网上发文说 我感谢钢铁厂提供的庇护所 关乎我生死的地方 在亚素团 乌军和外国雇佣军残余爬出来放下武器投降后 俄军方开始对这座钢厂的每个角落进行彻底搜查 包括所谓的地下堡垒 通过战地记者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根本没有所谓的地下堡垒 有的只是一片狼藉的大垃圾场 可见 这些纳粹的生活条件是蛮恶劣的 这也难怪他们 口口声声说要坚持到底 但狠话放出来没几天就投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纳粹分子在爬出来之前 还放了一把火烧毁了不少东西 俄罗斯国防部23日公布了俄工程兵部队在场内排雷的画面 过去两天 俄军已清除100多个爆炸物 记者捡到一顶标有FOG雇佣兵标志的帽子 说明地下室乌军中存在外籍人员 顿涅茨克武装东方营指挥官霍达科夫斯基 22日在社交媒体上称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直在暗中向亚素营传递信息 并展示了一部有欧安组织标志的卫星电话 霍达科夫斯基称 欧安组织沿接触线安装了很多摄像头 表面上是为了监测对停火制度的遵守情况 实际上是在向乌方传递 关于顿涅茨克武装行动的信息 在亚素钢铁厂内发现的 有欧安组织标志的卫星电话 就是无可争辩的证据 一直以来被外媒热炒的大鱼 西方高级指挥官并没有现身 虽然俄乌双方对大鱼的存在与否 均未有过具体说明 但有分析认为 对投降人员进行身份鉴别 是捉鱼的正式开始 据报道 俄军是这样审问俘虏的 俘虏必须首先确认自己的国籍 如果不承认所属国家的国籍 将生死未卜 也就是说 俘虏承认或者不承认都很为难 承认了吧 相当于承认自己的国家 在乌克兰参战 不承认吧 死活没保证 待遇上还不如乌克兰俘虏 俄罗斯就是有高人 不知道是不是少一谷的主意 马里乌波尔硝烟散去 俄罗斯已经在当地迅速实施行政管理 修复港口设施 推行卢布 用卢布发退休金 提供廉价粮食等等 而对比乌克兰战事接连失利 又有多支部队被围 被歼灭是早晚的事 加上指挥所油料库运输线天天被炸 乌军士气低落 所谓西方的军援 本来就高价的去库存 在经过层层盘剥之后 又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有多少能送到前线士兵的手里 于是乎 喜剧之王泽连斯基又开始表演了 一改前几日强硬的姿态 开始说软话 5月21日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 首先 胜利只能属于乌克兰 其次 最终只能在谈判桌上停止战争 即目前悬而未决的外交谈判 估计俄罗斯都不想理他 招令西改一天三变 完全没有一个政治人物的担当 真正能结束战争的 还得是美俄坐下来谈 乌克兰注定是一个弃子而已 5月22日 泽连斯基说 我们的军队在东部战场 每天可能要牺牲100名军人 然而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公布的战报数据 每天至少200至500名乌克兰军人被打死 每天100 泽连斯基这是要黑掉一大半的抚恤金吗 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400亿美元 实际和乌克兰直接相关的只有150亿美元不到 其余250亿美元都是给美国各个部门的相关手续费 那真是咽过拔毛 咽留下 毛拿走啊 到还钱的时候 可是按400亿计算本利 泽连斯基有没有计算过乌克兰人民要还到哪辈子去 泽连斯基忍辱求生 开始卖国求荣 波兰则在乌克兰粉末登场 乌克兰将大大弱化 与波兰的边界一时 波兰人权力大大增加 入境乌克兰的手续将大大简化 波兰人甚至可以出任乌克兰政府要职 双方不排除已签署 波兰向乌境内派遣军队的协议 这个国家算是彻底完蛋了 此前有媒体爆料 对于泽连斯基的父母来说 这是一个值得的晚年 他们获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 在以色列定居 并在那里以800万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一栋豪宅 小屋面积950平方米 一栋安全的独立别墅 有一个能容纳9吨海水的游泳池 您品 您细品 而俄军在占领区并没有闲着 除了准备战争还在大搞生产 赫尔松的农业生产 目前可以说是正如火如土展开 赫尔松地区有2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 比乌克兰任何其他地区都多 40%的出口是农业产品 赫尔松地区的灌溉土地面积 与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相当 主产品不仅有冬小麦 还有玉米 水稻 葵 葵花籽和其他经济作物 赫尔松市只有30万人 但仅其小麦产量就占乌克兰的6% 扎波罗电站被俄罗斯占领以后 将为俄罗斯发电 但乌克兰用电可以向俄罗斯购买 俄罗斯太会做生意了 一边打还一边赚钱 顿涅茨克超市人满为患 这不是在打折促销 而是人们在抓紧花掉手中的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 俄罗斯解放的乌东地区正在逐步去乌克兰化 包括货币 顿涅茨克地区的货币目前还是格里夫纳 但是普希林正在出台相关的政策 逐步让格里夫纳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卢布 由于新政策的出台 格里夫纳对卢布的汇率将从1比2.5变成1比2 所以人们抓紧将手中的格里夫纳换成硬通货 此外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军的心理攻势 发布了投降指南 一最好带着整个军事单位离开阵地 人越多越好 因为只有个别军人才被指控开小差 而军事建制单位是不能被指控的 二在投降部队中隔离亚素营的民族主义者和告密者 三录制一段视频信息给乌克兰总统 所有决定投降的军事人员都应该出现在视频中 四告知上级指挥官抛弃了你 部队没有了弹药和燃料 有许多伤员 部队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允许执行战斗任务 大家被逼离开阵地和战区 以拯救部队官兵的生命 阅读声明应该由职位和级别较高的人来进行 这将被视为部队高级军官的正式决定 任何法院都承认这样的决定是合法的 五 投降部队放弃重武器 只携带防身轻武器 这样仍然算军事单位投诚 而且部队撤离应该绕过亚素营等极端主义分子的阵地 乌军的一名俘虏表示 我不想被纳粹而死 所以自愿放下武器 乌军源源不断地投降 来自利沃夫地区的一群人向卢干磁克民兵投降 其中还有一个卢干斯克人 为了见留在卢干磁克的母亲 选择了投降 顿巴斯营的一名军官与他的士兵一起在卢干磁克自愿投降 这名军官说 大多数普通军官都死了 他被派到前线指挥 70%至75%的士兵第一次拿机关枪 同时据他说 指挥部位于大后方 作为一名军官 我的士兵的生命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 我没有为了野心或某些法律行动 而将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投降并不是关键 救人才是人性的行为 屋第58摩托化步兵旅的军人 转向泽连斯基说 他们中的许多人手中从来没有拿过武器 他们没有弹药武器和食物 这就是他们拒绝执行战斗任务的原因 我们不想成为炮灰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